你在互联网深圳大会上说了 BAT啊 百度腾讯阿里巴巴 垄断了整个互联网创业的资源 使得大家没法混了 对吧 那么问题假设我们现在换一下 你是BAT这么一间 你该觉得怎么做才比较好 我们的时代都会有一些 垄断整个社会资源的企业 但是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因为时代是不断在变化的 每一个时代变迁的同时 都会诞生全新的更加伟大的企业 所以如何能够突破上一代 时代的企业的封锁 或者是这个大山 其实只需要一件事 判断下一个时代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在他们的延长线去做创新 TCL这个从这个纯粹的硬件制造 已经转向了智能加硬件制造 加了互联网 做得非常的好 也非常成功 但是呢 如果年轻一代呢 就是从互联网开始做的这样的智能 再加上硬件的这样的这些人 包括今天坐在面上的贾跃亭 还有雷军坐在这 你从心里对他们什么感觉 是不是想把他们给掐死 曾经有这样的想法 后来我发现呢 就是我想把他掐死也不行 我不被他们掐死就不错了 所以自己的转变一下 所以我们提出了双加转型战队 另外呢 要把对手变成火锅 所以呢 现在我和乐视和BAT 都有很好的合作 企业家 这个其中状态 最难像你啊 永远处于一个企业家状态 永远能够保持年轻 给大家传授点经验吧 谢谢 最近这个十年来呢 诸多的这个互联网服务公司 出现了这个从业务模式上 到各方面的创新 老婆他们带来一起 向他们学习 可能是这个让人能够 这个还保持活力的重要原因 我在企业家举楼部 有这么多朋友 他们都是不断的 有新的想法 不断做成天动力的事业 这个当然都是我学习的榜样 我记得十几年前的时候 就听广昌 还有马云的著作浙江朋友 这个跟马云挑战长相 之后马云的回答说 他认为 男人的长相和智商是成反 今天我才发现 原来男人的智商和成就 是成正弊的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 马云长得比郭广昌 不差 这个仙湖大学比较重要的问题 就是郭广昌的长得帅和难看的问题 所以我自己这么觉得 帅哥你一看低也很好 时间长了会看腻掉 又看又不好看 长得难看了 你看长那么难看 后来看东西都还不错 越来越好 还是两个不同的策略 你希望短的呢 还喜欢长的 我们选择是长期发展 你就是什么意思 我们最近投了以色列的国宝 叫阿哈巴 是以色列的高科技 加十海的深海尼 制造的化妆头 真的很好 我用了之后啊 最近看上去比马云好看一点 我是谁长得不好看 他是长得很难看 这两个是有区别的 多的感触感想 我们付出了很多 但是我们收获的 远远超过了我们的付出 我们要感谢一个时代 感谢互联网 感谢中国 感谢所有的同事 包括那些 曾经在阿里巴巴工作过 哪怕半个小时的人 没有他们 不会有今天 没有前面 所有人付出的努力 没有我们的合作伙伴 我永远说不完的 就是感谢 逍遥子讲过感谢 Eric讲过感谢 我还得重复感谢 很高兴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相信你也是一个 有梦想不甘于平凡的人 我是互联网穿业的 新兴者大卫教练 如今互联网已经是趋势了 您在玩手机电脑的同时 有没有想过通过一部手机 就可以创业 实现有钱有闲的生活 我们已经帮助了很多 八年后九年后 还有我说是网门搭机 甚至还有残疾人 通过我们这个平台 买房买车 621名元 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 我们的生活都已经被移动互联网 一网打尽了 我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 低投足 2015年底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 统计报告显示 全球网民人数逼近40亿 中国手机网民达7.8亿 2015年中国电子商务市场交易规模 为16.4万亿 增长22.7% 2015年双十一 天猫实现交易额 912.17亿元 其中无限交易额 为626亿元 占比高达68.67% 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互联网 个物有淘宝 旅游有协程 出行有滴滴 本地消费有美团 交游有微信 我们成就了无数的互联网大亨 但你希望互联网也成就你吗 如果能让您有机会借助网络 在您玩手机或电脑的同时 玩出一份不错的收入 你想要吗 现在不是钱难赚了 而是赚钱的方式变了 如今互联网时代 你是否想过 让手机变成我们赚钱的工具 如果你目前很迷茫 找不到赚钱的方向 那么这就是你最佳的视野机会 一部手机一台电脑 人到哪里 钱就赚到哪里 让你在玩手机的同时 可以玩出不错的收入 在这里有人交 有人帮 有人带 没有风险 没有压力 想赚钱加雄伟教练微信 7100-28057 7100-28057 真正的精彩在后面等着你 来自70个不同的国家 我们在21个国家和地区 有自己的办事处 以前在湖畔花园创业的时候 我们几乎天天度开员工大会 现在开一次员工大会 起码的筹备一年 搞得满城风铃 但是我觉得 这是最大的变化池 当年创业的时候呢 我跟18个团队讲 我是总有一天 阿里巴巴会美女如云 梁将如潮 大家有很多的想法 觉得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但是今天的阿里巴巴 已经拥有了 两万两千名美女 和超过三万名的梁将 我为此感到特别的骄傲 当年也有过很多的梦想 说早上在巴黎 下午在伦敦 晚上在古伊洛斯埃里 吃晚饭 那时候我学英文 最大的理想就这样 但是现在发现 这个理想 其实也是一种灾难 我去年一年在空中 飞了870个小时 但是去年一年 阿里人在空中 总共飞了68万个小时 相当于77年的时间在空中 谢谢大家的付出 18年以来 我觉得最大的成就 是因为我们拥有了大家 从18个人 到了五万四千多人 我们最大的财富 也是因为有了你们 我也觉得 阿里巴巴最大的骄傲 我们最大的资产 就是因为有了 五万四千多名员工 以及以往所有为阿里巴巴的努力 做出点一片刻贡献的人 我在这儿真实表示感谢 但是今天 18周年 阿里巴巴为什么要开一次演会 为什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我们聚集在今天在这儿 不是为了显示我们的成绩 也不是彰显我们的实力 不是炫耀 我们有做了多少事情 而是需要冷静的思考 我们需要反思 我们需要复盘 我们需要统一对未来的认识 因为我们18岁 我们已经成人 社会 客户 各界 对我们的期待 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们所有的人 要清醒地认识到 今天阿里巴巴的市值 成了全世界第六大公司 但绝不等于我们的实力 进入了世界前市场 我们离世界上 那些伟大的了不起的公司的路 还非常的遥远 我们绝对没有别人想象的那么强大 我们更没有别人想象的 那么无所不能 跟未来相比 我们还是孩子 但是说18年以前 在湖畔花园的创业的时候来讲 我们延然已经是一个庞然大物 我想说的是 我的感觉 18岁的阿里 所有18岁的人所拥有的错误 无知和狂妄 我们都有 但是这真是我们今天聚在一起 需要思考 需要改变 需要去迎接未来的挑战 18年以前 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 18个人聚在湖畔花园 我们抓住了一个机会 我们相信互联网 我们相信电子商 我们相信我们这些人 合在一起 我们一定能做些事情 前段时间我听一个人讲 我讲的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他说绝大部分的人 是看见而相信 很少的部分的人 是因为相信而看见 我相信过去的18年 阿里人是因为相信我们才有今天 18年以后 我们数万名员工再度聚集杭州 我们要重新思考 我们到底为了什么 我们有什么 我们需要去做什么 什么时候需要我们坚持的 未来的路在哪里 我们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刚才Eric 小姚子 已经把很多问题说得很清楚 我想 18年以前 我们看到的是机会 而18年以后 我们看到的是巨大的挑战 这个世界的挑战 会越来越大 无论是政治 经济 文化 宗教 各种冲突 加上技术的变革 社会的变革 在未来30年会非常之大 一直让我担心的是 环境的问题 贫困的问题 决病的问题 不公平的问题 会越来越突出 甚至由于技术的变革 技术的发展 很多人将失去旧力性 以前的就业 必须寻找未来 而阿里巴巴今天 拥有了五万多名员工 我们拥有了 两万五千名的工程师和科学家 我们拥有了强大的技术能力 我们拥有了巨大的技术 资源 客户 以及有一定的影响 我们要去思考 面对世界未来的问题 面对中国未来的问题 面对我们家人 面对未来的问题 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因为我们拥有了 别人没有的东西 因为18年来 我们的人才 我们的技术 我们的一切的资源和影响 这不是仅仅是财富 更是责任 我想说的 让阿里巴巴坚持18年的 是因为我们有理想主 坚持理想主 是阿里巴巴走到了今天 我最担心的是 我们所有的员工 看到自己拥有这一切的时候 忘却了理想主 如果人没有了理想 我相信这个人会活得非常不趣 而用人组成的组织是去了理想 一个组织是去了理想 一个公司是去了理想 我们天天思考的 就是赚钱 我们只是一部赚钱的提起 这世界上 永远有公司会比我们更赚钱 永远有公司比我们模式更好 但是这个世界 需要每个人 都必须有非常明确的 知道自己有什么 要什么 和想做什么 所以阿里巴巴我说 我们可以失去一切 但不能失去理想主 今天的阿里巴巴 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公司 我们已经是一个经济体 一个新型的经济体 以前的经济体 都是以地理位置来的 长三角经济体 中三角经济体 加州经济体 但是今天 在互联网上 正在诞生 新的经济体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新的经济体 里面我们筹建了基础设施 我们能够让全世界的年轻人 让全世界的中小企业 能够做到全球买 全球卖 全球富 全球运 全球有 我们希望 能够让更多的发展中国家 中小企业和年轻人 都能够分享 全球化的快乐 自由贸易的快乐 以及创业创新 都能够尝试到 整个技术 给自己带来的好处 而不是坏处 所以阿里巴巴已经是个经济体 今天从规模来讲 它已经是全世界 第21大经济体 但是我们未来的梦想 再过19年 我们希望把自己 能够打造成为 一家全世界第5大经济体 而第5大经济体 不是因为规模 而是责任更是担当 我们希望为全世界 解决一亿的就业机会 我们希望能够服务 20亿的消费者 我们更希望 能够为 一千万家中小企业 创造盈利的平台 这个经济体的价值 创造的价值 就是能够让世界经济 更加普惠 共享 让世界经济 能够更加的 可持续发展 让世界经济 能够更加健康成长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健康成长 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健康成长